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剛剛我們很清楚知道說 他會自動幫我們建成這個詞賴 而且怎麼樣 那個還不錯喔效果還算不錯對不對 就是在這邊我們在這裡 剛剛這個應該是知識圖 你如果我們剛剛是輸入Agent 對不對網頁的他會自動建一個這個目錄 目錄給你那真正的網頁就放在裡面 那當然一般我們首頁都叫Index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你的資料會放在這裡面 所以如果各位呢你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先從這裡打開 從這裡看 對了先解決一個問題 這裡這邊要填好 請問這裡要去哪裡改變 從這邊 專案裡面的專案設定 還不是 這個 項目屬性 有沒有看到描述 還有作者 這樣知道了喔 所以你這一改的那邊就 要重新輸出一次那邊就會變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這個實在 你看 點開 你看 右手邊他幫我們抓的這些 雖然你很不錯 可是 不見得是我要用的 有時候還太機婆了 講那麼詳細幹嘛 所以你如果萬一不需要的,請你來這裡 我們現在預設如果看到縮圖 請你看一下標題 這樣有沒有看到 很清楚,所以萬一有錯來 萬一哪一個不是你要的 點到它,點到它 這裡名稱請你直接改變就好了 這邊變就可以了 那有些時候因為它的縮圖會抓比較多 所以其實也不見得說一定要每一個都有 但是你如果直接刪掉的話 它就會變成什麼幻燈片 就是如果我在這個標題我直接全部都刪掉 這樣它輸出還是會認為這個叫幻燈片 所以我就直接用著隨便的符號代替過去就好了 表示說這是屬於跟上面相同的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這邊應該是哪裡 應該是這個 在這裡 我在右手邊這邊我就很單純 像這個是講同樣的事情 我就不要一直再重複 所以它要看就直接看這個 那就往下走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你要修改那個幻燈片標題的 就從這邊 你有沒有覺得學這套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難嗎 因為跟簡報真的很像 你都會的 只是說有些東西你要怎麼放進去 可能需要習慣一下而已 那這個呢 主要我們會用的還是這個 跟數位教材有關 那如果你做好了這個部分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夾 直接丟到什麼 丟到我們的數位學平台上 那你的學習路徑就是這個地方的這個就好了 這樣表現 萬一啦 萬一你真的 就是那些內容還不是還滿意的 你需要像我一樣去做一些修正的 可能你就需要用 所謂的網頁的編輯軟體 去改變它 可是這是最不得已的做法 因為畢竟大家 不是每個人都是學網頁的嘛 你真正要 能夠去改變它總是比較有限 所以我們是建議各位可以的話 盡量就不需要再去改 不要去動它 那這樣你會比較方便一點 就盡量利用軟體 產真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這樣看不太懂對不對 OK 好所以這樣你應該就會改變了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這個我就先待會再讓各位練習 我們先來看 好好朋友怎麼把它叫進來 好不好